俄乌的战争一触即发 在俄罗斯方面就宣称 在战略演习当中 是成功的试射了基因素飞弹 巡异飞弹 还有是可携带核武弹道飞弹 克里姆林宫就发表声明 指出所有的飞弹 都命中了他们的目标 证实他们的性能 而这次演习由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克里姆林宫战情室亲自的督导 来访的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也参与视察 俄罗斯军方就强调 这次演习的主要任务 是着重在俄国战略性 攻击武力的表现 要来确保对敌人 进行有效的打击 在外界认为 俄罗斯随时有可能 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 这次的军演受到了高度的注目